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王祖祥牧师 目前达到马来西亚 神朝会中文总监 也是弗洛爱恩社区教育的中文主理牧师 在全球面对新冠疫情之际 许多人遭遇不同的艰辛和挑战 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一行律6章23节 去应许我们说 家人活着的乃是零 肉体是无意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可见我们今天所要得到的就是上帝的话 因为这个的话将带给我们活过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 如今我们所渴望的 所追求的事就是高上帝有永恶价值的事 那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得胜及永生的盼望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35节 耶稣这样说 天地要废弃 我的话却不能废弃 因此我们都要健康地成长 做主的门徒 活出生命的见证 并带来生活的影响力 那听读圣经是我们不可或计的属灵操练和习惯 让我们不再做圣经的文盲 应当应勤 如今 熟悉圣经 认识上帝 因为在圣经里面 我们能找到生命的真正的保障 目的和方向 在此呢 诚心邀请大家 参加于今年3月21日到4月17日 所举行的 One 2022圣经领听和观看挑战 独经运动 让我们一起聆听 一起协计圣经 一同领受信心的应许呢 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 听道是从记忆的话来的 言主祝福大家